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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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重要的想法就是 其實真正的要解決問題是要走動 要到處走 假定資源科技那麼重要的話 它應該要有辦法解決最核心最基本的問題 也就是農業跟糧食生產的問題 所以我們當年一開始就這個 就是希望大家試著來看看 有沒有辦法 扣我們社區根裡面 能不能有農業的這一塊 那當然這不容易 不過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這個起心動念開始做 最後一定會找出答案 那童話中第二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好事一定要好玩 不好玩的事 就不會是好事 不會是好事 那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 在過程裡面非常謝謝 在地的很多 那個菊美跟大家揮揮手 你們看到外面在做事都七十幾歲 我想我們連結在地也是很重要 就是來這裡我們非常謝謝他們 設計很多有趣好玩的活動 那最重要的就是這個吃得很飽 所以我們謝謝他們 那我想今天就是大家在這裡一起 用這個放鬆的心情 我們看看找一些農業 或者跟土地有關的議題 看看用這個世界科技能夠把它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最重要的建議就是要好玩 然後一直吃,然後把事情做出來 謝謝大家 那話另一位主舊伊莎貝 謝謝大家今天來 其實今年是第四年了 那有些人應該是每年都來 那有些人是第一次來的 但是我覺得一件事其實一開始做的時候很不清楚 但是持續做就會越來越清楚 然後越來越覺得 喔,我們確實可以透過這個每年一次的聚會 產生一些影響還有有趣的事情 像就是這樣他們來這裡經過 應該也五六年了 對,那他們來這邊五六年 那在這邊持續他是每個禮拜來 那我可能是一季來一次 或是有些一年來一次 但是我覺得不同的這個頻率 我們都還是可以跟這個地方有一些連結 而且這樣他們實驗出 我覺得已經可以複製的一些模式 所以每次來都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覺得尤其對小孩來說 我覺得每年有一次機會來童花松這邊 跟土地親近 然後玩得很瘋 是很幸福的事情 那也很謝謝在地的支援 因為我們其實舊通常越來越忙 然後辦的方式就越來越佛系 我們真是好只拆了兩次位 然後就辦起來了 可見是默契跟大家目標很清楚 那希望明年大家也可以繼續來 那也一起參加我們做專案 還有一起辦這個活動 謝謝大家